在《红楼梦》中 探春维新收场之快 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那天 小丫鬟傻大姐 在大观园里 捡到了一个 绣着两个妖精打架的 春宫画的香囊 恰巧被刑夫人撞见 贾府标榜自带的 自己是失礼世家 商风败俗的绣春囊 无疑是贾府不能容忍的 刑夫人是贾舍的夫人 贾舍一家 不太受贾母的待见 因此 刑夫人正好借绣春囊 向王夫人和王熙凤发难 王夫人看到绣春囊后 气得发昏 又禁不住 随之前来的刑夫人陪访 王善宝家的忽悠 也就认可了 王善宝家的逻辑 想来 谁有这个 断不单有这个 自然还有别的 那时翻出别的来 自然 这个也是他的了 于是 于是 王夫人领王善宝家的打先锋 裹挟着王熙凤 当晚 院门一关 便逐户查检大官员 探春 原本是容国府家政的代理负责人 在王夫人不经意的安排之下 一转眼成为被查抄的对象 带一干人 查到探春所在的秋爽斋 谁知早有人抱于探春了 探春随命众丫鬟 屏逐开门而待 一时众人来了 探春顾问 何事 凤姐笑道 因丢了一件东西 连日仿扎不出人来 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 所以大家搜一搜 使人去疑 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 探春笑道 我们的丫头 自然都是些贼 我就是头一个窝主 既如此 先来搜我的香柜 他们所偷了来的 都交给我藏着呢 探春咄咄逼人 王熙凤步步退让 探春不禁说道 你们别忙 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 若从外头杀来 一时是杀不死的 这可是古人说的 败族之虫死而不将 必须先从家里 自杀自灭起来 才能一败涂地呢 说着 不觉流下泪来 在这样的阵势下 抄家先锋 王善宝家的人不识趣 心想探春是树出 他敢怎么着 于是竟上前 拉起探春的衣精 故意一掀 兮兮地笑道 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 果然没有什么 一语未了 只听啪的一声 王家的脸上 早啄了探春一巴掌 探春指着王家的问道 你是什么东西 敢来拉扯我的衣裳 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 你又有几岁年纪 叫你一声妈妈 你就苟诈人士 天天作号 在我们跟见成脸 面对被赶出门外 仍嘟嘟囔囔 说要回老娘家去的 王善宝家的 叛春喝命自己的丫鬟道 你们听着他说话 还等我和他伴随去不成 侍书听说 便出去说道 你果然回老娘家去 倒是我们的造化了 只怕你舍不得去 凤姐笑道 好丫头 真是有其主 必有其仆 抄检大官园 草草收场 探春违心 也不了了之 不久后 探春便由父亲贾政作主 远嫁官宦子弟 离开了大官园 贾母因探春的离去 而流下了眼泪 宝玉听说妹妹远嫁 阿鸦 阿鸦的一声哭倒在炕上 却无可奈何 《红楼梦》第五回中 有一首首歌曲 有一首曲子专为探春耳作 从今分两地 各自保平安 奥要求求人家的做法 奴去也 莫牵连 支燕斋皮道 探青 生口如文 至此 贾府园迎探西四姐妹的结局 已然明了 除探春远嫁 贵妃园春通事 欲示贾府大献将至 老师的迎春 嫁了一个中山郎丈夫 对迎春非骂己打 迎春命悬一线 西春年纪不大 却是大观园中 最有绘画天分的人 只因生在 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的宁国府 看到了太多的家族丑恶 早已萌生了出家的念头 更加可悲的是 园迎探西 这几位诗画美女 恐怕全然没有爱情经历 尽管在那个年代 他们一定自小便读过 观观居鸠 在河之中 这首古老的情诗 但爱情对他们来说 却是封建伦理下的禁忌 从这一点来看 他们比为爱而生 因爱而死的林黛玉 更加不幸 园迎探西 这四位贵族姐妹的命运 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 在那个千红一枯 万艳同碑的时代 如香灵 秦文 鸳鸯 还有红楼二游 这般千千万万个普通女子 会有怎样的不幸了 他们都生于末世 因此最后都归入了博命司 我们不只从单个的人物 而且从这个人物的系列当中 看出了这个世道 这个社会 它这个没落的趋势 是不可挽回的了 曹雪芹打造的这座 有着四十美景 和如花美眷的大观园 竟是如此脆弱 待大观园中的人 死的死 架的架 牵的牵 尤氏和王熙凤 又相继在园子里 撞到了鬼怪 这座庞大的园林 已经荒芜 接下来 虽然贾府请道士驱邪逐腰 但大观园 已无人再敢居住 不久后 贾府终于迎来了锦衣军 真正的抄家 这座庞大观园 终于 我先回来了 我先回来 你 在我 我先回来 我先回来 你 我先回来